你好 歡迎收看7月8號的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113年度全國教育盃教育人員球類錦標賽盛大增場 這個賽事為期5天 會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教育人員齊去花蓮 並且在8號舉行了開幕典禮 現場徐正衛 熱力開球 今天學生表示 感謝所有學生們不持信號來到花蓮參與運動盛事 路途中體會到花蓮交通不易 生活在同一條島上的居民 應該享有相同的權益和交通公平正義 以往賽事都在外縣市比賽 所以這次來到花蓮比賽 為期5天的時間選手能夠以球會友 感謝準備委員會的洗腦付出 並且祝福所有參賽者 能夠在花蓮度過愉快的時光 中臺灣或北臺灣是從北回來的 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提借到花蓮線 對外的交通有多不便 所以大家請支持 生活在同一派島上 有一樣的權益 有一樣的公平 交通的公平正義 試試給花蓮線的交通掌聲一下 我們可以希望 我們是一天的比賽 還是幾天的比賽 四天的比賽 好 我們看早一天來的 我們搭選手一個選手大會 好不好 在這裡感謝大家到花蓮來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尤其是這一次是花蓮線 我們這個所有的校長 希望能夠以球會友 以前都到外縣實際比賽 花蓮線我表示 三四共有羽球、桌球 以及網球三代運動項目 分別在花蓮線立體育館 縣立宜昌國中體育館 以及花蓮線立網球場舉行 今年與競子之爭 相應回廊為主題 共結信932個參賽隊伍 1200位優秀選手參與 而率先登場 是有羽球項目 來自各縣市教育界球類高手 同場競技 以球會友 並且歡迎各隊伍加油團 來花蓮一起為爭取 年度榮譽選手來交易打氣 好嗎 記得加入花蓮線